全球有超过18亿的伊斯兰教徒 从30号开始庆祝年度一项重要节日载身节 穆斯林国家担忧 群众为了欢度年节 而让COVID-19疫情加速扩大 因而纷纷呼吁民众待在家中过节 除此之外 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 也让以往的热闹节庆活动萧条许多 载身节是伊斯兰教的第二大节日 仅次于斋戒月后的开斋节 同时也是盛大的卖家朝圣活动的最高潮 传统上会宰杀一头牛或羊来献祭 庆祝该神圣仪式的完成 但是COVID-19疫情 已经让这个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蒙上阴影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 许多国家在开斋节结束后 疫情快速升温 也让各国有了前居之鉴 纷纷呼吁人们这次能够尽量待在家中 在阿富汗 当局呼吁人们在家中庆祝 不要外出拜访亲友 以免重蹈五月开斋节时的复彻 民众肆意庆祝出游 导致感染人数迅速飙升 同样的在巴基斯坦 当局担忧 节日准备可能反转目前感染病例下降的情况 因此鼓励民众不要到市场 改在网络购买献计深处 在非洲因为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让非洲的穆斯林今年的宅生节也特别难过 联合国先前预测 疫情可能让非洲有2700万人陷入赤贫 在西非地区 许多家户无法如以往负担的起购买献计的牛羊 而当局发出的居家过节呼吁 让西非奈及利亚拉格斯市的市场 等不到顾客上门 对以往在这个时节 生意兴隆的市场小贩和深处交易业者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很多事情都失去 疫情的疫情 已经规则了几乎每个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不断买购买 在全球盛防重启经济 导致疫情再度升温之下 传统节日也以防疫优先 民众在配合之余 也漠不引颈期盼 大家的生活能够早日回归正常 杨广编译张亚涵报导